好各位天氣風險的網友大家好 相信大家今天都一定會感覺天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熱 特別是在大特北都會地區呢 今天在下午兩點鐘已經測到了38.7度的高溫 破了觀測紀錄以來最熱的這個6月 所以今天才6月1號就已經破了這個紀錄了 在這邊呢我們很高興的邀請到天氣風險公司的總經理 彭啓明彭博士以及天氣分析師鄭光浩來為我們 稍微說明一下為什麼天氣這麼熱 而且呢其實今年5 6月到目前為止呢 還沒有一個很典型的梅雨封面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有真的梅雨封面影響台灣呢 好很高興的邀請到這兩位你好 你好文婧好 好想請教兩位哦就是今天天氣狀況這麼的熱 台北市破高溫的紀錄 可以請教兩位說到底為什麼會這麼的熱嗎 好呃光浩可不可以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張圖哦 這是光浩剛剛畫的光浩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這個當中吼哇這39這是四捨五入對不對 對四捨五入比較接近39 那其實大概呃 因為今天稍早大概四點 呃兩點多的時候最高 台北最高溫已經到了38.7度 其實可以看到說今天大概在整個大台北地區的氣溫都是非常的高 都有大概到36到38度左右 那另外一個比較明顯的高溫地點就是在這個 呃東南部台東大五這個區其實也有出現到38度 左右的一個清的溫度 那台北這邊的高溫主要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說 啊今天整個高壓 太平洋高壓勢翼非常之強 加上整個環境是一個西南風 那當西南風遇到在台灣北部這邊其實的雪山山脈之後 在北部 台灣北部這邊其實會有一個氣流 會有一個沉降的現象 那導致說在台北這邊的氣溫就變得非常之高 那另外在台東大五這邊的話 主要就是西南風越過中央山脈南部之後 在背風測有一個沉降的噴風現象 所以說在台東大五這邊也是另外一個高溫的一個熱點 這張圖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整個都會地區是最高的啦 其實我們夏天的時候 大台北盆地 包含台北新北雙北來說的話 都是你可以視為一個的溫度啦 其實我們今天特別在早上的時候就一直強調說 這個溫度呢是 樹蔭下的溫度 樹蔭下的溫度 這個小學的題目都有考這個東西 就是說你這個38.7度的溫度 指的是說樹蔭下 或是馬路上 或是操場上 或是教室內的溫度 其實這個答案是樹蔭下的溫度 因為這個我們氣象站呢 是在綠草如荫的一個白葉箱裡面 所以這個呢就相當於樹蔭下 所以你如果呢 這個應該每個人在戶外感受到的溫度是 比這個還要來的高的 所以我們這個很多人說 當然天氣因素是最主要的啦 當然我們的額外的累積下來就是說 像都市熱島效應 雙北地區的熱島效應 加上比較遠的因就是全球暖化 這個都是好幾個東西累在一起 那今天的天氣的特徵 剛剛光浩講的這個 偏南風是最主要的因素 缺乏海陸風的調節 不過今天光浩這邊的風數很大對不對 對今天主要就是在 台灣西北部這邊也很有大環境的西南風 因為目前封面位置是比較北邊一點點 那整個封面前沿的西南風就變得非常強勁 所以說在台北這邊就是剛好說那個 西南風越過雪山山脈之後有一些沉降作用 造成這個氣溫有明顯偏高的一個狀況 好那想再請教彭博士跟光浩 其實今年五六月的天氣狀況 跟真的是跟我們以往的經歷過的五六月 美雨季的天氣狀況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都是相當相當熱的天氣情況 而且沒有一波真的很像我們以前想像的 就是美雨封面 就是一直持續下雨下不停的這種封面 那想請教彭博士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有真正的美雨封面影響台灣呢 好我在唸書的時候 我跟韋靖有差一段連接 我唸書的時候還在講美雨的定義 你有沒有唸過 沒有唸書的時候還是唸書 但是我們其實那時候整個氣象單位 我記得在 我是民國77年進到大學的 讀大氣系的 其實那時候呢 我們氣象單位都還會說 今年什麼時候入媒 今年什麼時候出媒 入媒者的意思是說這個 滯留封面一直停留在台灣附近 所以就叫做入媒的 那以今年來說的話到現在為止 雖然說進入美雨季 美雨季 因為為什麼當時要這樣訂呢 因為有時候說入媒什麼時候出媒 預報這兩個日期其實還蠻蠻難的 所以常常會不準 我們現在縱使可以氣象預報 有這麼好的工具之後 其實有時候還是會抓不到 現在來說的話 只好後來 經過我大概十多年 等到我 我記得我大學畢業之後 那個氣象局似乎就把它定為美雨季的 但是我有一個盲點就是說 美雨季裡面的封面是不是美雨封面 不一定的 因為美雨封面指的是 冷暖空氣交界的這個滯留封面 停留在這個地方 那今年呢其實 西南季風 就是光浩這邊畫的這張圖 其實這西南季風是還算是旺盛 大概5月底的時候抵達 那太平洋高壓是比較強 光浩其實上次過去這一陣子太平洋高壓很強 把這個封面往北頂了 所以長江流域就一直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對 主要就是過去 其實過去幾週 大家應該都感覺到氣溫著 主要就是太平洋高壓勢力 其實從西北太平洋一路伸展到台灣 到南海這一帶 使得說整個西南季風進來的時候 就變成是往 偏向中國華南到長江流域這一帶 那台灣剛好就在高壓勢力的範圍 所以就變成說整個降雨 可能有一些降雨 但是整個降雨上並不明顯 那目前其實整個美雨季要開始 真正的美雨要開始就是說第一個高壓要開始往 東退出去到南海飛越冰移動 讓整個西南季風可以從 這個中南半島這邊一路進入到南海北部 到台灣這個區域 那此時再配合北邊的封面下來的話 就有機會 造成所謂大家印象中那種比較持續性 然後可能有一些比較劇烈降雨這種 美雨的天氣形態 這個光這個是明天早上的天氣圖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就有一道這個 比較強的這個強風的位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明天有一道封面會入眉對不對 有機會啦 就是接近美雨 但是能不能真的是我們典型的美雨封面 就還要事後來看 但是的確比前面幾波都還要來的明確一點 可以看明顯看到說 其實在明天的話整個西南風走 其實大概在台灣福建 那可以看到說這邊的氣流 這邊大概有一個美雨封面大概是在 封面的位置大概是在這個 從日本琉球大概到中國這個福建浙江這一帶 那主要是隨著看 主要是要看說北邊的這個系統 能不能將這個封面壓到台灣上空 那以目前的預報的資料來看 明天是有機會接近到台灣北部中北部一帶 但是這個目前資料來看的話說 這波封面其實壓到台灣之後 它很快又往東邊推出去 那它殘留的在西半邊的這個封面就會 又被往北台的到長江流域一帶 所以說大概到了週六左右 會有一個降雨的空檔 那可能比較明顯的降雨 可能就是預估大概週六晚間之後 後面的整個封面在壓下來的時間 就有可能會是持續比較久 那後面在星期天開始這一波降雨 就是比較值得去留意的 所以剛剛光浩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今天雖然很熱 熱已經嘗受這個苦果了 但是可以期待明天 明天早上的環境跟今天就不一樣 對不對 明天就剛好這個封面就明顯下來了 各位光浩可以秀一下我們那個衛星雲圖 可以可能可以看得更清楚 現在的這個動態 今天為什麼熱 跟我們位於這個剛好這個封面前院的暖區 特別的像 過去其實也常常有這樣的一個例子 在這邊 那其實未來明天的環境就不一樣 但是剛剛光浩特別提到就是說 明天禮拜四整個 整個滋留封面會明顯的下來 然後接下來會轉為猶豫 然後禮拜五的話應該會稍微緩和一點點 然後到了禮拜六晚上到禮拜天 又有一波又再下來 那下禮拜呢是可能比較穩定 哇光浩這個畫得好漂亮喔 這個是日本 Himawari向日葵衛星對不對 沒錯 大家可以看到雲圖上面 這個是向日葵衛星拍攝的紅外線 那 紅外線雲圖通常就是看到這個 顏色越顯眼的地方 代表是它發展 對流發展越高的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其實容易伴水比較強的降雨 那其實可以看到說在目前大概在這個浙江這邊 是有蠻明顯的這種 對流雲系發展 那其實這條雲帶在今天早上 還大概在長江這邊 那其實 它整個往下移動的速度其實算是蠻快的 那變成是說我們明天主要要留意說 這條雲帶直接壓下來之後 它的會不會在台灣附近有一些 比較旺盛的對流大概在這個東北部沿海這邊發展 那如果它整個移路的話 可能就有機會出現一些比較明顯的降雨在這個 大概新竹以北這種沿海地區 可能就要留意一些局部比較大的雨勢的情況 你看這個如果依照這樣的這個動態 這個就比較像是滯留封面 不過其實明天這一波可能還是走得快 但是下一波或是再下一波 就拉的時間可能會越來越長 那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封面我們今年也經歷了很多的封面 有什麼可怕 又說話的 但是事實上各位可以看得清楚 其實這個是一條滯留封面 是這個樣子 可是它裡面有很多小的 一小塊一小塊 這不大 不大可能像北台灣那麼大 一塊一塊 在這個地方這是對流包會冒起來 會冒起來的話 其實最害怕的就是這個 就是有時候它在這個台灣海峽生長 一進來 這個是幾小時後的事情 那這個的通常 各位可能在睡夢中 一下子這個雨好大 上班時間雨好大 各種的防災作業都會來不及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要特別提醒的 所以今年來說的話 是的確是比較晚 那根據過去的紀錄 聲音年後的隔年 其實也都是相對的比較晚一點點 這跟整個大氣環流 環境的變化是有點關係的 好 謝謝兩位 那最後我想還想再問兩位一個問題 就是下禮拜就是端午節了 那目前好像有一些模式預報出來 所以下禮拜端午節 連續假期的天氣狀況 好像不太穩定 除了可能會有封面雨系影響之外 似乎也有低壓擾動會影響台灣 那是不是可以請兩位稍微幫我們說明一下 因為大家都非常關心端午節的天氣 好 我覺得是一步一步來啊 因為這個在這個 五六月的時候 這個天氣預報 我們今天早上 跟我們氣象分析師在開會的時候 他們就說最近就是 變得太厲害了 變動的空間很大 特別是超過三四天之後的變化 真的很大 那現在呢 講到端午節就下禮拜四五六日 其實真的太遠了 不過呢 現在今天這個在所有網路上 一直在討論的最熱門的一點 就是這個東西 韋基你看這個想到什麼 颱風 颱風 這個是一個颱風 你看到這個想到颱風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這個在香港 香港外海會生成一個颱風嗎 我們的確看這個圖 的確是很像是一個颱風 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這個氣流線 氣流線的這個圖 那基本上氣流線呢 它就是讓這個氣流 它繞著這個高壓跟低壓走 所以這是第一個低壓 所以你看這往裡面這個旋 所以這個呢 其實就相對的很明顯 有一個這個低壓在這個地方 的確這在什麼時候 就是下禮拜五左右的時間 下禮拜五 的確是有一個低壓在這個地方 然後有可能順著封面 會接近到台灣 但是但是如果我們這樣看的確很像 然後如果我們看 低壓 這個光號特別畫出來的 它的低壓的壓力強度多少 可以看到這邊 絕對非是預報 這個氣壓是999 黑怕 那一般來說 大家可能印象中 颱風大概低於一千百怕 就有可能是有機會達到颱風的標準 但是通常在美羽季的這種季節的話 其實整個中國華南到台灣 這代都是處在一個大低壓帶 所以說 也許它氣壓是夠低低於大家 可能印象中的一千百怕 但是它可能風速 因為其實颱風最重要的一個條件 就是它的風速要達到每秒 17.2mps以上才算是一個颱風 那如果說在這個大環境是已經在一個大低壓帶的情況下 也許氣壓雖然低但它其實整個風速上有可能是還沒有到達 所謂颱風的這個標準 所以說 下周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颱風 可能這個都還是 還是一個很大的變速 都還是需要再做觀察的 所以剛剛剛剛講到 各位看這個低壓 就是這個看起來畫的 這個看起來 這個效果很好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颱風 但是它的本身它就是一個低壓 任何一個低壓 它其實畫出來 像我自己在大愛台在波氣槍的時候 我們用那個流場比這個更生動 看起來就像哇 哇一看到每天說一看哇颱風 但是特別提醒大家 因為這張圖這個是WIN的題 這是用開胖的資料可以來做使用的 這個其實解釋這個呢 我們的不一樣的看法就不一樣 所以你看起來像是颱風 可是我們看起來就是一個低壓 但是無論如何 其實我們下禮拜在端午節前後 有一段時期 恐怕都會受到滯留封面的影響 會有一段不穩定期 對不對 先來看端午節 整個環境是比較不好的 對目前來看的話 整個到下週的話 整個 可以說整個大環境 西南風還是相當明顯 而且它封面大概到下週 只會一直滯留在這個 台灣附近 整個大概到下週大概端午連假期間 是有機會有一個比較長的不穩定天氣 至於說 像這種有沒有機會有這種比較強的這種 像是颱風或是這種比較 在這種封面之中 其實有時候都會伴隨一些比較小的那種 中小尺度這種低壓活動 可能都還是比較需要觀察 因為畢竟像最近其實有時候大家都覺得說 可能前兩天上週預報這幾天天氣 跟這兩天在預報明後天天氣 其實都可以感覺到那個預報都有很大的變動性存在 所以說其實像最近的話 預報整個變動性比較大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看太久之後的預報 都還是比較存疑的一個情況 所以 無論如何就是說 如果你端午節要有活動 其實端午節以目前來看的話 整個態勢 不是只有台灣 這個封面是一直從這個中南半島 東內亞一直拉上來 可能會到日本 都有機會 會有一段不穩定期對不對 因為那還有四天的時間 都有機會會遇到 所以 現在請大家不用太過的緊張 但是你要注意各種的資訊 不用說現在看到一個低壓 會有颱風會怎麼樣 但是你如果最壞的打算 你恐怕就要有雨背的情況 就是說這個端午節 一般有一個就是龍舟水 龍舟禁賽 不是喔 就是端午節的時候會下很大的雨 龍舟水 這是我在 我聽過對岸的朋友 跟我們說的就龍舟水 他們有這個名字 我覺得還蠻傳聲 這個時候要是遇到 我們因為台灣大概端午節 大概前後大概就是已經出煤了 所以都會比較熱 我們端午節通常比較熱對不對 對過去的話 端午節其實通常比較不容易 有一些比較大的降雨發生 過去今天讓大家可能端午節 印象天氣都很好 然後又很熱 然後就說要什麼一些 都有一些民署什麼要查那種 防紋的等等這種現象 但是今年因為整個梅雨 進來的時間比較晚 所以就變成說我們可以來觀察說 會不會剛好端午節就很不巧的 就碰到自由封面 剛好在台灣附近啊 造成說整個端午連假天氣上 變得相當的不穩定 這個是值得去再觀察的 好謝謝兩位接受我們的採訪 所以最後呢也提醒各位囉 剛剛這個博士跟光浩都有提醒到了 雖然說這兩天天氣狀況呢 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明天開始有封面接近了 中部以北 中尾部地區要注意 那麼另外呢從禮拜天開始 一直到下個星期一整個禮拜 恐怕都會受到封面 以及低壓的籠罩影響 天氣狀況會比較不穩定 提醒大家隨時還是要持續更新 最新的氣象資訊 隨時鎖定我們天氣風險的官網囉 謝謝